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讲的新能源车早前会抄得厉害一点 就是因为所有版块都被人打 包括什么游戏 内房 教育 最惨 教育股是最新的微信旅 其实他说食品又搞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搞 KTV又搞 没什么不搞 其实真的没什么不搞 其实就算新能源车也有机会搞 因为他有搞玻璃价格 新闻价格 其实都有影响 当然如果他搞低的价格 其实对新能源车是好一些的 因为成本低了 是不是吗 但是其实他什么很多行业都没搞 就是没搞这个碳中和的概念 还有暂时还没搞这个医药股 暂时还没搞体育 体育为全民做运动 然后就说今年年底要落实干扰的 因为你看到比尼特布 你看到现在特布 它升上来由两个多开始上升了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他好像一个横行区那样做 除非他真的穿上去14元 我就会觉得他可能再走上去 不然他现阶段我都会觉得他可能低位 譬如现在这个12元是中间位 可能10元至14元这个圈子在发 因为其实他就是属于二三线一点 不是接受位 对了 龙头就一定是2331或者是安踏 所以变成这些我就会看法就是 它是跟着炒的 如果你看到龙头 好像刚刚刚说的2331继续上升 就是打算充100元 它一定会跟赢 但是我自己看法就会觉得 整个版块其实暂时没有国策打 但是大都处于是高估值的 整个海运版块都强的 因为其实你看着波罗的海指数 对 波罗的海指数 就跟着炒就可以了 但是的确实我刚刚说的基本面上 譬如集装商或者是航运 现在基本上都不会想过 疫情是可以这么快地解决到 嗯 所以变成了其实由2020年的3月开始 就是到现在 一直都在说全世界都是用航运这个 海运这个方法去找东西 所以变成了整个版块都炒的 就是除了19192343 或者我会看一只2039 就是那只中杂 是的 那你都看到其实这个图是极漂亮的 全部都是画到上升轨道之后 它都穿上去的 那你问我怎么追呢 我就觉得 你可以短炒去想 是的 而且真的不是很贵的 坦白说 但是也要神火一样东西 你要设定一个短线的姿势给自己 譬如如果真的跌了10-15% 那你都一定要走 其实你建议2343.3.4的这个密集 它跌穿了也可能要小心一点 但是我见不单止它 譬如716都在高位做 range 究竟打不打穿呢 我觉得这些可以试一下做 因为只是试过容易做嘛 716其实就挺好的 是啊 因为它已经是打穿了之前的密集 它在6毫多指那里横行了很久 然后一下子打穿了上去之后 它其实很快 我原本打算它在8毫多9毫的位置 就应该会再做一个横行区 然后才慢慢上升 但是怎料它已经是 很硬的 就是盛住7月尾那一刻 大家大家大肯试 然后它堆了一点下去之后 然后它就头都不会 所以这些股票你告诉大家 其实是强的 而且那些钱是轮流炒的 你看到1919炒得很简单 当然大家都说这条数 可能1919在这转行运上 赚得最多 因为它说它是没有公子的 全部都是它最大 但是你见整个板块轮流炒 就是大只的1919炒到那么长 就是那些钱落到716 2343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先炒了龙头 然后再炒2、3、3、4 所以基本上 如果炒完这一层 所以应该就会又看钱回到龙头 如果不能回到龙头 就先走了 小心 谢谢 谢谢 还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